马云曾经说过 那么虽然他期许自己成为中国的顶尖企业家 不过马云自己回顾历史 他说先出头的企业家 最终的结果大多不理想 现在看起来 马云成为一个预言家 而且不信的预言 他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 当然我们也后来看到 像包括任志强在内 那么先后的都进到牢里面去了 那么最新的就是潘石屹 潘石屹现在也被立案这个调查了 我不晓得我的观察 王健雄您觉得马云是一个预言家吗 马云不是在预言了 马云其实是在讲他的处境 因为大家知道他马云的自己的位置 在那个位置上 他当然面对的问题我们想象不了 但是我敢肯定两点 第一点就是马云他讲的这番话 肯定是有所指的 第二点就是马云讲的这番话 肯定有人不高兴 这是马云为什么现在这个处境 这么这么糟糕的原因 当然这里面当然我们很多内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马云现在的处境 不仅仅是因为他讲的这番话 而是他所处的这个位置 你比如说像像阿里巴巴也好 蚂蚁集团 比如说蚂蚁集团我们不说别的 人民银行就非常不高兴蚂蚁集团 为什么因为他第三方支付 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把这个等于是在人民银行的那个货币 货币发行渠道前面加一个水龙头 你说他高兴吗 一定不高兴啊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没有发展起来 这些民营企业像马云像阿里巴巴像这个像腾讯 他们发展起来以后对中共的政权来说 他感到的威胁 他为什么要对这些企业下手 原因是他觉得威胁 威胁都是具体的 不是笼统的威胁 你比如说我们想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让人民银行觉得受到威胁 因为他货币政策会受威胁 于是他搞什么 他搞这个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决 第三方支付的问题 但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互联网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 它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政府他没有做 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 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没有做 别人做了 他就不高兴了 这就是马云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但是他现在又处境不好的原因 可是马云在讲那个话 就是我刚刚说 他觉得这个先出头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他讲这个话是2013年 算算这个八年前 你觉得在那时候八年前 马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他身处危机了吗 王廷兄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在走钢丝啦 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他必须靠到政府 他不靠到政府他根本 他根本无法生存 另外一方面呢他如果靠到政府的话呢 他很多事情他就会失去他的独立性 他失去他的独立性他做很多决定 他就没办法做决定 所以实际上马云讲这些话 你是2013年讲跟现在讲其实没有区别为什么 他的处境是没有改变的他做的那些事情 你比如说他做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政府最不高兴是什么 网络小贷 网络小额贷款 这么小的生意 马云给他做了25% 一年时间就做了25% 把全中国市场做了25% 把这些中小银行全给找来了 政府不高兴一定不高兴 多大的力量这是非常巨大的力量 这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你要把事情做好了 政府觉得你威胁他 你一方面要靠他 因为他一秒钟可以把你消灭掉 你说他的处境他只能讲这样的话 钟老师您刚刚特别提醒我们说 在这个中国大陆这种疯狂的这个措施 我们不需要有太多过度乐观的这个期待 跟美好的这个想法 但不论是潘石屹或马云 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中国企业家 那么风光亮丽同时有一定的这个实力 那刚才王健雄有提醒我们 这些企业家相当程度之内 他必须要跟政府靠拢 跟政府站在同一条线上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贾定林刚刚认为说 中国大陆其实他的本质 没有变的状况之下 但是这些企业家 其实他们也相当程度之内是一种共犯 只是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希望能够改变 但是他其实他没有掌握到那个政治的权利 他们那么发现到最后 自己还是没有办法跟官斗 而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 朱老师 1983年的时候 我是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 我当时正好有一个会 我就到了厦美开一个会 这个会当时比我大 人家就是简单说就是头几号人物的儿子 或者是女婿 我当时我在那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说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说对于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 叫养肥了再宅 我当时一天我说怎么这样 因为当时邓小平是作为一把手 他后来要改革开放了 但是就他那系统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我也不愿意点人的名 所以我一想你像这个马云 他那时候讲 他还是比较小嘛 包括潘石屹 潘石屹我们也一块开会 这些人就所谓的是所谓民营企业家 养肥了再宅 现在就告诉你 多数年以前我的印象挺深刻 而且不是我一人听的 当时有这么提爆个都听见了 就这意思 现在就到了宅的时候了 什么孙大武 那不就是一个公社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吗 带领大伙共同致富 真正要实现他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十一 十八年 任志强 也是叫叫叫叫任大炮 也是十八年 还有一个叫什么 吴小晖也是十八年啊 你想想 这不就已经开宰了吗 你想想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起来 我印象特别深刻 现在中国就没有企业家 哪有企业家啊 中国应该说是得了手做骗子 他不勾结这些贪官 他不勾结不去行贿受贿 他能做大 他不是用特权 他不是用行贿 他能做大吗 包括马云一样啊 不是有人说吗 他是谁谁谁谁的白手套吗 他不勾结这官员 他能做大 开玩笑吗 那不是都市